莫德纳公司5月6日称 初步数据显示 该公司的新冠疫苗对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的有效性为96% 没有严重的安全问题 3235名12到17岁的青少年参与了莫德纳的二期临床实验 这些青少年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而且此前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 莫德纳在报告其第一季度收益时表示 由于青少年中新冠患病率较低 因此病例定义不那么严格 所以这里的疫苗效力是针对轻症而言 该公司报告称 没有青少年在接种第一剂或者第二剂疫苗时出现严重反应 他们还在进行另外一项针对6个月到11岁儿童的疫苗研究 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与此同时 莫德纳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 向FDA提交针对成人的疫苗试验数据 以获得完全批准 该公司还宣布 一项正在进行的临床实验早期数据显示 其正在研发的新冠疫苗加强针 对首次在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种病毒免疫反应良好 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种病毒免疫苗 南非和巴西发现的变种病毒免疫苗